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到底是有政府会做事 还是有政府会外包啊 我们现在看到 陆陆续续出了好多包啊 但是政府都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哦 这是外包的问题哦 甩锅甩出去 这就是他们要用外包的原因吗 还是说 根本也不会做事 连外包都不会选 外包商都很有问题嘛 所以政府机关热爱外包 出事好甩锅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天桥上的魔术师 大家前两天就爆出来说 有八成的特效是录制 现在就是原本第一时间 公司是否认这项消息 但是制作人后来是承认 说的确是有外包 但是我们烧了两亿的纳税钱 竟然是外包给中国大陆 这其实蛮讽刺的 因为有人在讲说 你导演过去就是一直在抗中反中的一个人 结果你自己外包给人家 而且就是你们还主打说 我们这个天桥上的魔术师 就其实是台韩合作 还有这个特效的这个功力大增 就是讲的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台韩合作 结果中间韩国还外包去给中国大陆 那到底我们台韩合作在哪里 只是你用钱砸了出去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大家觉得说 真的是很荒谬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制作人他承认 他说韩国公司的确是转发了部分 给大陆的公司 那韩国公司 他们承接的部分大概只有50% 他们也是局部发出去 大概也只占全片的9% 不知道哪来的80% 但是到底是多少 这恐怕后续还可以继续追查 但是今天大家也问到李勇的这件事情 因为照理说我们文化部的补助 应该是给我们国人 要补助这个产业 振兴这个产业 但最后全部都补助到中国大陆 这不是跟民进党 你一天到晚在反中牌 抗中牌 这非常的矛盾 那你们自己自相矛盾 你又怎么说 我们来听一下 纳泽导演过去反中抗中的 这个色彩非常鲜明 所以当然现在传出来说 他这个系有这么多的钱 他的特效外包给中国大陆 其实是有点讽刺 也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文化部跟公事 是不是来做一些检讨 再度想调了 以国内为优先 但是本于他们的专业去判断 简单讲就是说 并不排斥跟国际的合作 但是国内有办法做 有能力做 价格也可以 然后有人愿意做 有人才应该以国内优先 这时候又变成国际了 就是这时候中国大陆 就变成了国际了 但是在特定时候 他们就不是国际了 很奇怪 标准会变来变去 所以我们看联合报社论 他讲 当政府一直在犯低级错误 已经成为日常 成为日常的时候 连归咎厂商 归咎包商也是日常 我们最近到底是目睹了哪些外包的荒谬错误 比方说国庆影片 我们变成了瑞士的山 玉山不见了 我们的护国神山直接换走了 所以也不要说他们不在意台积电 因为我们的玉山都可以这样子移山 所以很奇怪 还有疫苗预约 这也是人家网路上面做的梗图 怎么样 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我教你吗 要怎么样标档机 我教你 他是把那个唐凤的影片 改变了一下 他说怎么样来预约 我教你 但其实大家常常每次预约都是档机 还有五倍券也是档机 他们都说这都是外包厂商的问题 学习历程不见了 也是外包厂商的问题 所以有政府会甩锅 有政府会外包 反正外包出了事 我们也怪不到政府 这是人民好无奈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 现在又有一个外包的问题 这个logo花 要换个logo 这是监察院 换logo 竟然要花490万元 监察院说 这是要提升对外的新形象 其实我觉得柯P这句话讲的蛮好 他就说 六百万支援总体识别的标示 办研讨会这些 然后监察院挪用人权会的预算 蓝尾是说你根本是在自肥 柯P直接下一句结论 就说这个监察院是不是早点关起来 搞不懂这人权会在干什么 换logo要换到490万 然后夯不郎当 你加一些其他的研讨会要花六百万 有需要去花这个钱吗 还是你们这些钱 有政府很会撒钱 很会撒币 然后都撒到特定人的口袋吗 所以我们又看到 我们光是查这个标案相关新闻 最近又冒出这个 国军连这个伪装网 就是这样子铺在这个特定的这种 比方说坦克车什么的外头 让你伪装成一些 什么树林树丛的那种伪装网 竟然他这个招标 还可以45天更正5次 开飘当天还突然喊咖 竟然是有内情 就是说这个公告 8月30号公告招标 9月30号开飘当天 他竟然临时踩刹车 就被质疑说 你是不是蓄意要让投标厂家曝光 为了要让一些隐藏的厂家 被曝光之后 让其他某些 可能你特别想要包给他的厂商 我就知道 谁是我的竞争对手 还可以这样子搞吗 原来我们的外包 我们的标案 有这么这么多的黑幕 亨廷 首先先从这个 所谓的录制特效 被没有提及这件事 你看先前台湾人受伤的时候 绿营是视而不见 然后现在这个外包给大陆 然后大陆做的特效挺好 这件事情 他一开始也不想要让台湾人知道 所以到底是谁在屏蔽的 台湾人的眼睛 谁给台湾的人戴上了眼罩 谁给台湾人民挂上了绿网 绿是绿色的绿 就好像只要有了这个绿网 就民进党只会让你看到 他想要让你看的东西 他不想让你看的东西 他就通通都封锁 比如说这些所谓 这些平平出包的事情 就只负责外包 然后就出包 那请问行政机关 都不用做任何的审查跟检验吗 那还要这些行政部门干什么呢 先看到监察院的这个事情 就换一个logo要490万 那我不是说logo不值钱 因为好的创意确实值钱 我们的论点叫做 根本不需要花这个钱 因为监察院说 他要所谓的提升新形象 及新气象 你也知道陈居上台之后 气象不是很好 换掉他比较快 对吧 形象不是很好 否则你何必花这个钱呢 你说创院90周年 所以要那先前80周年 好像也没有类似的这些经费 那理论上这种大肆庆祝的活动 不都应该要等到100周年吗 好了 那么再来是 花这个钱有必要吗 如果监察院都能够发挥 御使大夫的精神 好好纠正 纠局 调查几个案子的话 大家都觉得监察院好棒 那如果不能够发挥这些功能 只能够沦为政治仇庸的 鹰犬 走狗跟打手的话 那么你再花几十个钱做logo 都是一样的 人家可能就是这个打算 我们又可以花一堆钱 继续做几十个logo 搞不好人家真的是这样想 所以重点不在你的logo 跟设计重点在你监察院 发挥实体上的功能 但他那个画面稍微放大一下 监察院的logo的图案 就这样一个红色的图案 然后微微有一个C的这个样子 对吧 他说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可以彰显守护人权 公益把关 还有落实人权 恕我眼拙 我真看不出来这样一个logo能够有上述 这么多的功能 他写得更多 这么和谐 平衡 就一个logo能够吹出这么多的功能 我觉得你的钱是不是都花在 给人家写作文上面 所以这些的功能其实都是假的 而且监察院到底实质上 有没有发挥到这个作用 没有 一开始当陈菊上任的时候 我们发现陈菊的高雄气爆 在监察院的部分竟然说 好了 我们也不要去追究 那就是陈菊自己当院长 然后说自己在当事长的时候无罪 这样的包庇行为能信任监察院的公正吗 再来这一家德标 他又是一个限制性招标 490万的这个案子 德标的是财团法人台湾设计研究院 他过去说的案子也都是限制性招标 而台湾设计研究院 它里面的理事 其中一个人是谁呢 叫做苏巧纯 所以就很明显了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拿到 这些政府机关单位的标案 而且都是所谓限制性标案 如果不是因为潮中有人 怎敢如此放肆 对啊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监察院的图腾 我就直接想到说 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双十节图腾 长得还蛮像的 都是这种线条式的 都是这种线条式的 是不是同一家设计厂商 还是说现在流行这样子 我们通通都要换成这样子的图腾 所以很莫名其妙 我们现在看到任何的这个标案 或者是外包案 这只是看到说有政府不会做事情 那我们政府到底都在干什么 还是说这些外包案或者是标案 才有卡油的空间 我们来问一下文三博 各位陈吉祥金的时 你们要记住吗 陈吉祥金的时 说要终结 要让监察院走入历史 既然要让监察院走入历史 你又花这条纸 你不知道白白米 是那个肚子 我们老百姓 有办法用我们这种钱 又继续让他无能够使用 但是没办法 但这比说的 算了算了 我还对我 没有 你是要怎么办 蔡英文这个台独比丹吉祥更加凶 更加凶 说一句话 老百姓出发在你们自己本身的囚状 所谓民主民主移民为主 但是台湾的老百姓既定买 像刚才有所在说的事情 检察院考试院一直 都总是民进党诉求 要终结的目标 台湾一条军主一条军 但你动转之后 这两个美术合影的宝贝就举起来 人家就说 男人买也有一步断 结果 把我们的沿途没有去紫囚塞 用我们八岁会冠几桌 对于抑袋去直接打几桌 回过头来 我要要引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像没有在讨论 民进党自从执政以后 有多少的黑机关 而且都是用立法院 用立法局来行出黑机关 还有人在讨论肥猫的问题吗 这应该老百姓多少钱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买疫苗 到现在没有公布价格 没有公布书 什么时候到货 他有郭台铭 他们所买的亚苗 计划是大家公租一室 还有吴子家所公布 东阳跟雅各城三方合约的事情 各位都没去队旗 因为记得真的买 直接要说一句最实在乙 人家说 好女儿不用打 太女儿没猜 吃光就没听 吃美就没怕 所以有的好朋友 你如果没有记得 黑得好 后一遍 要行输我们的公民团的使用 是 好 那我们接着来问一下浅秋姐 浅秋姐怎么看这个 现在我们的外包国家店 出包连连的国家队 其实本来天桥这部片子 如果说天桥下的 全名叫什么 天桥上的魔术师 的魔术师 其实如果它本来是个 文化无国界的合作案 委托给中国大陆的厂商转包 去合作动画那又怎么样 也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台湾可以是 华文世界的文化创作的中心 其实这是大家一直很强调 希望能够做到的 但是谁在分意识形态 就是你们这些民党政府 或者是所谓 就创作有些创作者本身 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拿到 政府的补助跟预算 其实其中最难堪的是什么 我听到很多的文化人 在告诉我说 自从民党政府上来的时候 他们很多案子都拿不到了 因为你只要看起来是偏蓝的 光看起来是蓝军的人的样子 意思形态偏蓝 第一关可能过不了 再来他就会要求你的内容提案里面 要有一些本土意识形态 而所谓本土意识形态是什么 就是要把国民党以前的历史 拿出来清算 这种是最受欢迎 就会拿到补助案的 那么所以当这个很难看待的场面 是说你硬要用这种题材 或用这种角度 来去作为审核文化补助的预算标准 就今天给大笔预算之后搞了半天 还不是一样才会觉得丢脸 否则的话本身如果一些商业合作的 技术合作有什么困难 本来讲的官媒谈谈 文化部长讲的好 就是国际化合作 我们也是欢迎他不排除 但他的做法就不是这样 他平常就倒着走 直到这个时候出了包 才会倒过来说 我们欢迎国际合作 突然变成国际了 那之前补助的时候 他的标准是什么 不都是要排除中国大陆 任何可能的元素吗 再来看这个logo设计 因为监察院刚刚和您讲到 就觉得监察院 为什么现在形象这么差 真的 换logo不如换人 把城区换掉 形象就好了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高雄比较的时候感受就很深 我在高雄很多的活动 最常被问到一些 不管是媒体或是企业 活动举办的时候 市场问我说 人家以前城区都给我们很多钱 我这次公开可以这样讲 都给我们很多钱 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预算 因为预算就在那里 我们都省当内度 尽量节省的预算 而且甚至还可以 活动办完还可以拉到一些 赞助 让这些社会补助 可以有资源去运用 因为太多弱势工业团体需要了 那我们预算就这么少 为什么他们总是有 无上限的预算 我懂了 那这次人家就可以挖东墙 补西墙 人家用人权 委员会的预算 人家委员会是干什么 是保障人权的 还是保障特定人的利益的权利 而不是人权 他用一些其他的 我们所不知道的管道 去把钱弄来 弄来做什么 我举于我在高雄 我们当时为什么 从企业做企业行销的案子 为什么要改落过该组视觉 通常是为了形象 那在高雄我们改的时候 有个预算 我们希望给他一个新形象 我们改叫乐高雄 英文叫乐高雄 我们还特别找本地的一个设计师 去帮忙设计 其实都是不到十万块钱 而且设计得非常棒 那很可怜的就说 后来因为设计得很棒 我们大概很广泛的 几乎都在运用的时候 他反而受到一些当地的 一些彻翼的攻击 一些深绿的 当时的系统的人在攻击他 所以他就变得好为难 明明为了自己国家的家乡 一个很棒的设计 是个老师 反而做到一些攻击的时候 其实拿来预算又不多 不像他们很多弄钱 一个乐高我们十万块以内 就可以完成 它可以设计到四百九十万之多 这是不可思议 就是任何就像当时设计 所谓系统开发费 唐凤的预约系统一样 几亿元的设计开发费 都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都是到底怎么花的 但是他们可以有办法 隐藏在各种预算里面 各种手法 而且不怕拿出来 其实这个应该可以值得 侵察院调查监察院 这个要追究一定有贪账网法 或者是有浪费工 每一毛钱都是我们人民纳税犬 为什么可以拿来像随便乱用 就是9.7亿 但是还是照样塞车 现在难怪很多人 甚至是比方说玉山这个 我就成立个公司 我专门接绿营的案子 我这样才能够赚薄薄 吗 不必须有点有意思